我先生定南選省長的時候 蘇院長是他的最佳拍檔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離認識蘇院長 發現他也對台灣這塊土地 懷抱著強烈的使命感 在民國94年 雪山最大正在興建中 很多鄉親都覺得陳定南回來選省長 應該可以讓宜蘭再創高峰 但是後來謠言重傷開始 最後不幸落敗 新當選的縣長表現和風評都不怎樣 所以很多鄉親後悔了 選錯了人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蘇院長跟定南很多相似的地方 非常耿直非常正派 各位將新北市的未來交給他 您可以放心 我今天要拜託大家 也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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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